第23题如右图 有一段聂格斯长两公尺 截面积二平方公分 电阻为R 若将聂格斯切成长一公尺 截面积维持二平方公分 则使聂格斯的电阻变为多少 我们想要电阻的大小 是跟我们的长度成正比 是跟面积成反比 当我们的长度是2 截面积也是2的时候 我们算出来的叫做R 那么现在呢 我们的长度呢 会变成一公尺 那么面积还是维持二平方公分 算出来是二分之一 一的时候对应的是R 那二分之一对应的就是二分之一R 也就是0.5R 所以我们的电阻值就变为0.5R 第23题问我们说 则使聂格斯的电阻变为多少 我们答案选的是B 0.5R